我們都知道一個社會到底有多公益是看他如何對待最弱勢的人 歷史遺跡我們也是加以忽視慾望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主流社會對待弱勢的一個常見方式 他的意義其實是這個時間這裡面有非常多動人的跟生命相關的事物 那捷運局是一個超級有資源的政府超級有資源的單位 可是他們一直做出錯的決定 不只是發生在樂生不只發生在北二高的走山 他可能在這個島嶼上處處會發生走山現象 因為之前每次都聽大家會把樂生跟新莊的捷運做成一個對立 政府也用一個我覺得非常惡劣的方式讓樂生的運民來承受新莊捷運通車的沉重的代價 所有坐著捷運到迴龍站的人都可以在那個站裡面看到 所有樂生在八九十年前他的人權受迫害的一些記憶 那麼因此他會有反省 千萬要把這個傷害趕快終止 那今天就是其實是我們邀請各位曾經支持樂生的文化界的朋友 那就是回來再度看看樂生園現在的現況的例子 過去像火島 那或者說各位老師像 蘇貞欣老師又來過院區 那看到的可能其實是能這樣玩整個樂生園 但是今天上海的時候呢 其實整個樂生園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那其實整個是被捷運工程所拆除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拆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其實整個樂生園是面臨一個走山的危機 這個機關說話實在是非常反覆覆 過去他說樂生園不拆 新莊捷運不能通車 但是眾所周知 今天早上他們公布了 新莊捷運禮拜四就要通車 但是過去了那麼多年來 他們都說樂生不拆 這邊就不能通車 可是今天機場完全沒有啟動 新莊線依然通車 在兩個月前 他們還跟我們適時再這樣保證說 樂生園絕對是安全的 但是就在我們現在中後 當面陳情兩次了以後 他們馬上又改口 說現在這個方案好像有點危險 不然我們換個安全一點好了 這樣子也有無性的機關 也有無性的單位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再相信他們 我們現在其實是非常希望 有一個行政院 行政院層級的 中央層級的 跨部會寫條來主持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然後去讓樂生園打造了一個真正的安全 就是有真正的保留 樂生園垮下來 不是只有樂生園民的事 不是只有樂生園的事 不是只有補機保存的事情 而是等於新莊機場 等於國家的重大建設 所謂的重大建設也會等於 這樣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一條裂縫 大家可以看到說 就是它可能只是在牆壁上 形成這樣子 用麥克風 就是它可能只是在牆壁上 形成這樣子的裂縫的痕跡 那其實它地底下 可能是整條穿過整個仿射的 那它這個上面 我們看到說 呃 我們可能會看到說 它有一些日期 然後包括說多少寬度 多少寬度 那可能是1月29號的時候是3點5 可是到現在的時候已經變成6了 它其實是從非常小的狀況之內 然後裂到現在這個樣子的 對 那我們其實每個禮拜兩樣 就是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包括 就是一個院色 就是可能會有非常多條的裂縫 那除了這一條之外 我們其實在最後面那邊 也有一條整個貫穿 整個蓬萊色的裂痕 對 然後就在最後 就在旁邊那邊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出去的時候 就還是可以看一下 那個裂痕的地方 好 這個狀況對院民來講 其實非常的危險 院民可能走過去 踢到就會跌倒 對 然後這條裂縫 其實是貫穿整個一橫過去的 它其實有 就是摸 其實可以知道 是有高低差的 對 那這條裂痕 它其實就是整個貫穿了 這一棟房舍 是 在每一棟房舍 同樣的位置上 都有一樣的裂痕 然後貫穿了整個院區 所以我們就發現 這一個貫穿院區的裂縫 跟開外面是整個平行的 所以才找出了這個 好像它是整個山坡 是在滑動的狀況之下 對 這一棟 這一棟大樓 就是其實就是 迴隆院區的醫療大樓 那其實最嚴重的裂縫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個空橋 就是這個空橋 是連接兩棟大樓的地方 右邊那邊 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大的裂痕 就是裂開 整個裂開 然後就是裂了 空橋的 那其實同樣一個方向 延伸到地下室 是有同樣一個方向的裂痕 而且裂的有兩公分寬 那現在 除了上面那個部分之外 那我們可能還要就是 往下 然後看一下那個裂痕 因為為了那個 上面那個空橋裂開 它其實還在上面 多加一個遮雨棚 因為那個裂痕 已經是大到 下雨 整個會在下面漏水 滴水了 所以它才在上面 多加了一個遮雨棚 對 那我早如果看到地上的話 就是 它這個地上 這個磁磚這個線 原本應該是很細 就像其他的線 一樣那麼細 然後它現在 已經被拉到 整個都開了 那其實祖侯屋這個地方 現在都還是有人 有月明在舉祖的 各位老師請這個 本來 本來這個都是好好對不對 偏偏的對不對 然後它這個慢慢列 慢慢列啊 那個人要繩子 還可以把金錢拿 這個就可以拿了 這麼大塊 就可以拿起來 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柱子 柱子旁邊的裂縫就是 就是 柱子旁邊的裂縫已經圍繞了 就是大概三分之一圈到半圈 所以代表這整個就是 建築的結構體已經 就是陷入一種危險的狀態了 那 就是 這個佛堂裡面呢 也有許多裂縫 那個地板的裂縫 大家可以看很明顯 就是 它是用就是 呃 它不是用水泥 是用就是 呃 類似橡膠的東西 就是把它補過 那它是比較有彈性的 就是 所以它等於是說 可以承受比較大的拉力 但是 在大概幾個禮拜前 我們發現就是 裡面 有更裡面有一條 就是 你原本看到那個地方 它又裂開了 所以代表就是 就是比就是 用水泥補起來之後 又裂開 還要更嚴重的 呃 就是 呃 如果在這邊 老師可以很清楚看到 就是上面這邊 有一個 就是 已經是 被切開的裂縫在這裡 這樣一整圈 對 所以可以證明說 呃 現在整個方式都是 往邊坡 往開外面的方向 傾斜掉下去的 還是說我們要 那個 舉辦這個活動嘛 所以就臨時 趕快叫工 工人來 直接 對不對